一碗飯 冬區一份 要買五百塊 今天我用一分鐘來教你怎麼製作 先拿出想到上日記的南瓜 切一半切兩半都可以 接下來就讓刀子施展魔法 洋蔥小丁 蒜頭切末 冰箱剩下的小麻糬泡水8小時 接著小火熬出干貝高湯 把洋蔥蒜頭炒香 依序加入白酒 燉飯 高湯 好好的南瓜把南瓜泥取出 前幾期南瓜濃湯有觀眾朋友跟我說 南瓜皮可以吃 我知道 樹皮也可以吃 只是不好吃而已 而且你不知道它成長的經過 都吃了些什麼 像我阿嬤是這種雞份啊 濃縮到這樣就可以開始調味囉 加入鹽起司 接著找個蓋子把它燜煮一分鐘 就完成囉 我是小生 一個陪你去找醋意的夢 一個陪你去找醋意的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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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